陆中庸向着日本人检举了一位自己的同事 他也没别的意思 主要呢 就是想各日本人们走走好桥 你看看 我是效忠大日本皇军的 我已经按照大日本皇军做的 我该检举的我也都检举了 哪知道 这位同事当时就被逮捕了 陆中庸觉得这事可能就过去了 待不几天 顶多呢 抽俩嘴巴 就给放回来了 也没啥了不起的 哪知道 这日本人真够坏的 当时便把这陆中庸也给叫到审讯室 和那位同事对峙 人家拒不承认 你举报的 你们俩对对查的 看看究竟是谁说的真 谁说的假 这陆中庸没办法 映着头皮 到日本显明队了 到这一丑啊 哎哟 自己的同事 善不忍睹啊 周身上下全都是响 血肉模糊 没一块好地方 让人家给打的 这还不说呢 也不知道是被人家夹棍夹的 还是老虎当家的 两条腿都蛇了 陆中庸看着这差点没坐到地上 直接有一位日本县兵 光着帮子 拿着老虎钳子 一颗一颗的 把那位同事的搭 也都给扒下来了 陆中庸啊 也是于心不忍 但到这这儿了 没办法 自己要不坚持下去 自己恐怕 这脑袋也得搬家 把这良心 往嘎上过一夹 一口咬住 他这位同事 就是反对日本人 这日本人 当然挺打的了 没几天 把他这位同事啊 拉出去跟呛毙了 就这事啊 陆中庸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你说他和那位同事 无怨无仇的 甚至俩人还可以说 算是朋友 只不过就是想讨好日本人 没想到 把老同事的命给要了 为这事啊 发了高烧 可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星期 过后啊 陆中庸一琢磨 也想开了 人不畏己 天中地灭 事情到这步上 我不说行吗 我不说 我这命保不住了 没办法 这也是逼的 你要是全下有之 你别恨我 你找日白人去 这陆中庸也知道 很多人管他叫汉奸 他却不这么认为 你说啥叫汉奸吧 是吴三桂 算不算是大汉奸 历史上评价 吴三桂 都说他是汉奸 但翻过来说 林泽徐呢 你说林泽徐算吗 你本身林泽徐 你是汉人吧 你给满人 给满清政府当官 还给人家做了不少贡献 那咱们就没人说 林泽徐是汉奸 甚至还有人说 这林泽徐是民俗当雄 要按路东用看 这俩人也没啥区别 都是给满人办事 只是 时间上有诧异 吴三桂 投靠满清政府 早了一点 老百姓 那阵脑子 还没撞过弯 自然而然的 你得多担点 骂名 你要再往个几十年 吴三桂 兴许 那就成了 国家的栋梁了 这满清 入独中原 你害得一开始 你不也不习惯吗 你自然就得 折腾折腾吧 今儿个这起义 免得那暴乱 反清复明 驱出大鲁 这口号喊得 铺天盖地 后来形势定下来了 你这汉族的这些个文人默客们 你不还是争先恐后的 你参加科举考试 入室当官 见了满人皇帝 造样也是三败九口 世界本身就这样 人嘴两成皮 怎么说 怎么要理 陆中庸啊 才不管这些个鞋言碎语 既然说日本人要建什么大东亚的共荣圈 你就建呗 一天两天你也建不下来 闹不好 也得个二三百年 到时候 中日一家 哪还有汉奸这一说呢 中国的老百姓 说到底 你就是眼皮子浅 他又说了 也不能排除有些人 嫉妒自己 故意把这汉奸的帽子往自己的脑袋上扣 自己现在身份 京城晚报的大总编 新民会的副会长 新民会一般人能进去的吗 那有的人羡慕自己 羡慕得了不得 你像那康大哥的 泛夫走足 街头上的乞丐 摇子里的大茶壶 你想进新民会 你连门都没有 日本人 日本人绝不能要你 丢不起这个脸 没事啊 他经常到这广义宣这来 一边喝着茶 一边写自己的东西 在广义宣的掌柜的姓于 这约掌柜的 知道陆中庸现在是日本人的红人 热不起 也想巴结他 靠窗户呢 有张桌 这是陆总编的专座 你不管这茶馆里有多少客人 只要陆总编不在 这座呀 空着 不外卖 这两天呢 这陆总用搁这广义宣察馆呢 正写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 逝去的战争 人听这名 还挺刺激 好像是描写战争的 实际上不是 就是说最近呢 搁这北海道呢 挖出一座古墓来 就出土了几个 中国南宋时期的圈子官 让他画着彩绘的春宫图 陆总用忽然来了 灵感了 他打算呢 写一篇中日两国友谊的文章 讲的呢 就是远在这唐宋时期 中国诗人和日本和尚之间呢 斗圈圈的这些个事 以此呢 来论证中日两国友谊交往 远远流长 主要也是为了讨好日本人 这两天脑袋不太好使 憋了大半天 就写了几行诈 掐车呢 咱们也理不出这头血来 急得他也是抓着脑散呀 正这么个时候 就听见身后有人问他 老年假 对不起 敢问这位 可是陆总用先生 行 陆总用把笔放下 回过头来一看嘛 直接身后 站着一位 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这人中不溜溜的个儿 穿着一身 浅蓝色的西服 裁点的 也是非常的得体 银灰色的领带 头戴蓝色的梨子里帽 四方大脸 见眉大豹嘴儿 悬胆鼻子 四字阔口 略微还有点小黑胡 一瞅就知道 这位也是有身份的 赶紧站起来了 陆总用也是知书明理呀 双手一抱拳 在下陆总用 改问先生是 帝人徐东平 现在南京政府财政部雇职 此次来到北平 燕工出差 哦 您是南京财政部的 您是汪先生的人 不敢不敢 在下只不过 跟汪先生手下混完饭吃 惭愧 这徐东平谁呀 那还用说吗 徐经哥 接触陆中庸 目的就是为了找这全养平斋 这陆中庸多亏来事啊 当即唯唯一笑 哪里哪里 徐先生 您过歉了 汪兆明先生 乃是当时的伟人 也是中国的一面旗日 要是没有汪先生的努力 也就没有今天中日亲善的局面 帝人对汪先生也是仰慕已久 说着话 陆中庸做了个手势 俩人做下来 这徐经哥说 陆先生 是我冒昧 刚才我听到茶坊 称呼您为陆中庸 我就猜到了 您一定是大名鼎鼎的陆中庸先生 我呢 经常读您的文章 虽然没见过面 但是 对您的才华也是仰慕已久 深叫 愿意和您交个朋友 所以呢 实在是忍不住了 贸然前来打扰 这一听这话呀 陆中庸鞋里头美 别喝了冰榔顺起碗还顺了啊 哈哈哈哈 要旁自远方来 不亦略呼 徐先生 咱们这不已经是朋友了吗 只要您有用得着陆某的地方 您就尽管分数 徐经哥招呼查房 把这陆中庸的旧茶换下去 换上最贵的大红袍 这 不好意思 让徐先生您破费了 改日我请您到全聚别吃烤鸭去 哎 徐经哥说 如今这年月呀 能享受一天那十几天 以后啊 恐怕就要享受不着这好日子喽 哦 徐先生 您这话又当如何讲法呢 看起来您对这时局可挺悲观嘛 嗯 这徐经哥呀 故意的点了点头 陆先生 您难道不为这时局担忧吗 您别忘了 你 我 咱们俩这碗饭 都是日本人给的 日本人真要不行呢 我们也弯了 您没听说吗 如今俄国人已经逼近了百林 如果说不发生点奇迹 希特勒先生恐怕也是挥天发力 太平洋方面的战争也非常的糟糕 美国的轰炸机已经直接轰炸了东京 据您看 这日本人他还能撑多久 只要日本人一宣布投降 直接就迎设到咱们中国的战场 日本人夸撤走了 你我 咱们的日子 恐怕都不太好混 徐先生 你分析的 确实也有点道理 不过 你是直知其意 不小强 您对这时局 也不要太悲观了 哦 徐某人 我愿闻道论 陆先生 您请讲 要依在下来看 眼下的时局 正如在下的名字 中庸 哦 此话怎讲 事情这是明白着 此次的世界大战 无非就是两大阵营 同盟国 对着周新国 这么说吧 咱们不管欧洲和太平洋战场打得多热闹 也不管他哪个阵营取胜 咱们中国都是战胜国 您想想啊 重庆的江先生 那是同盟国一边的 南京的汪先生 那是周新国一边 他们两人都代表着中国 都是政府 谁要是打赢了 都是咱们中国 我讲 各地赔款的事 断然也不会发生了 上者汪侯 败者扣 蒋汪两位先生是各压各的保 各下各的住 输了赢了 那是他们个人的事 可是中国还是中国 我跟您举个例子吧 汪先生讲的是曲线旧国 确实高 太高了 就跟这大街上 俩能打架 一个是瘦小枯干 一个是五大三粗 旁边还围着一群看热闹的 这瘦小枯干这种 你只要咬紧压关 坚持他两三个回合 最好是被打得逼青脸肿 这就好办了 在这准会有人看不下去 您就放心 好打抱不平的乳 什么都有 一旦说有人挺身站出来 得嘞 您哪用不着自己打了 自然有人替您出气 关键的是 头几个回合 您得撑住 要不然下边戏没了 蒋委员长 我看他玩的就是这招 结果怎么样 美国 英国 俄国 这不都卷进来了吧 蒋委员长倒踏实了 也不着急了 和这日本人干脆就介入到了相吃的阶段 高 确实是高 江汉两位先生 要我说 两人都算作是高人 两人连起手来玩的这么一个中庸之刀 一下子便把这两大阵营都给搁进去了 陆东庸吸了哗啦 讲了一大堆 听得这徐金歌之发猛 就他这种理论啊 他还头一回听着过呢 也不知道这陆东庸怎么捉闹出来的呢 要按照他的意思啊 江汪两位先生可能事先设好套了 和世界各大强国玩玩这国家的游戏啊 玩着玩着 几大强国阿爸都陷进去了 结果 江先生汪先生倒到一边 看热闹去了 真是匪夷所思 没听过这种理论 难怪他愿意当汉奸 闹了半天 自己还有这么一套歪理歇说啊 歇说话 这他这家伙 活到这个世界上 真给这中国人丢脸啊 别的什么用都没有 这要不是为了自己这行动计划的需要 找着一枪脑瓜子给打碎他 但是现在耐着性子 还得跟他搁这周旋着 就这么的 俩人哪 这就算是认识了 这徐金哥有的是钱 出手也大方 一来二去 俩人哪 还真就成好朋友了 买一次徐金哥出来 就坐这文三的车 不过这文三啊 可觉得有点不太对头 他觉得这姓徐的 丧眉心一个 谁碰着他谁就得倒门 想躲开他 哪知道 这徐金哥就跟那狗屁高游一般 把他摘上 摔那都摔不下去了 不过这徐金哥对着文三啊 看上去还挺客气 也是和颜悦色 把这文三的车 最后还给包下来了 每天一块 条件呢 随叫随到 那这比这文三哥 大街上等散坐 那墙的躲的躲了 这要遇到这种事 那哥都以前 文三早就乐得蹦起来了 不过这回呀 文三却觉得不太好 他觉得这徐金哥 跟自己 那是前世的冤界 尖上的对头啊 专门找自己的麻烦 你这不是坟头上插草标 把人往死的路上淹吗 徐金哥干的那什么活呀 刀尖正贴血呀 连日本人你都敢杀 还有啥事不敢干的吗 哪天只要一看着我文三不顺眼 杀我 那不得跟两个臭充差不多 表面上看 徐金哥脾气还不错 说话客客气气 但他越客气 文三这心里头 还是越发毛 文三自己也承认 自己也是属建国头的 属教律的 轰着不走赶着走 伺候孙二爷那边 孙二爷那文三根本不当人看 简直就是一条狗 呼来喝去 也不高兴 光当还踹上一脚 文三觉得正常 不管啥事 习惯了 这也都变成常态了 老汉头活着那边就打个比方 你别看这穷人是难过 习惯了 过得这也就好了 就好比一个孩子呀 你刚上下来 拿着 扎着屁股一下 头一天 哭得死去活来 他疼啊 哎 没关系 接着 你就来吧 你每天都扎一下 你连续扎的撒月 孩子还就习惯了 他以为 这过日子就这样 每天屁股你都得疼一下 你要哪天忘了扎他了 这孩子闹不好啊 又哭又闹 觉得不对劲 哎 心里还纳闷呢 先说这日子不是这样 这屁股今儿怎么不疼了 他举这例子呀 和这文三也差不多少 文三现在可能就感觉这屁股不疼了 徐京哥对他越客气 他就越觉得害怕 就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这文三他就闹不明白了 你要说你徐爷 你怎么的说 你也算是爷吧 你怎么就交陆中庸这种朋友呢 瞧这俩人好的啊 简直都穿一条腿裤子 彼此是长兄道弟 不分离我 多亏俩人还没老婆呢 要不然都得换上老婆了 姓徐的出手也扩散了 兜里这钱也花不完 没到俩里办 文三拉着徐京哥 把这北平有名的饭庄子 大饭店几乎都转了一圈 什么铜科区 玉花台 轰斌楼 马凯 就连这些饭店门口 有几道台阶 有几棵树 文三啊都知道 反正人家吃饭 他蹲到门口 每一次啊 都把这陆中庸灌着身 满足也如你啊 徐京哥扶着他 从这饭店里头出来 反复着文三把这陆中边给送到家去 然后自己呢 另外交辆车自己回去 对于陆中庸他们家呀 文三也去过来回 陆中庸是光棍一根 原来那阵呢 本来也不是不想去老婆 不过这陆中庸 总觉得自己也算是当代的才子 总想娶了个大家闺秀 结果呀 这大家闺秀 他也没碰到 这婚事呢 就这么耽搁下来了 他发迹以前呢 住到餐室口 北半街胡托呢 小平房 里头啊 是又黑又潮 床上乱七八糟 破衣服破背 从来都没跌 脏的跟油麻布差不多 屋里头还有一股烟酸气的味 日子过的 比这文三也强不到哪去 每一次他坐这文三车 一到地方 总是欠着 车钱都不愿意给 拖着拖着 拔上来了 文三跟他还吃过好几回亏 后来呀 他对这陆中庸非常警惕 陆中庸只要坐他车 文三是坚决相给钱 要不然不拉 陆中庸等他发迹了之后啊 搬到一处非常宽大的四合院 这地方去过的人非常少 摇一回呀 文三把这陆中庸背的卧室里头 跟这徐金哥喝酒喝多了 烂纸也如泥 光机敢扔到床上了 先说话 醋崽子啊 这阵文言要给你几个嘴巴 你都不知道 文三看了看陆中庸他们家客厅 清一散的红木家具 旁边这书架上摆的是二十四室 还摆着不少的青铜器 古瓷器 旁边啊 有花里木的条案 像没像样的 还摆了个刀架 架了一把日本武士刀 呸 文三吐口吐了 先说话就这孙子啊 还摆上日本武士刀了 我看他是使客郎上案板 让哥这装的大料瓣呢 鞋帽子改帽眼 他还一步登天了呢 今儿个还是徐金哥请客 地点是西都市口 方泽园 文三把徐金哥送到梵庄里头 想找个备方的地方 捏了一跤 他凭自己的经验呢 就这顿饭 没俩钟头 肯定下不来 等他们吃饱了 喝足了 哎 我呀 进去背人去 要不把这陆东勇给放倒 绝不能完 一抬头啊 发现对面墙根呢 蹲着几位老伙计 都跟他等车 拉洋车也是一样 也爱往这养剧院啊 戚园子啊 剧院啊 大饭庄啊 也爱往这地方来 到这地方有钱人比较多 所以呢 要车的也多 一看这几位伙计 除了大裤衩子 拿来顺 还有这东四泰来车行的油二柱子 还有小六子 另外还有一位 文三也认识 住到菜市口 迷失胡同的黎大潭 这几位一边塞着太阳 聊得正欢声 这文三啊 就好凑热闹 拉着他这一破洋车 他也凑过来了 这黎大潭 这才讲起了一段热闹的故事 文三送这薛金哥 到这方泽园吃饭 这薛金哥今儿个请客 请在路中中 把这薛金哥送到地方了 一看这段时间 自己没啥事 哎 一瞅啊 这方泽园的对面 有几位老伙计 正跟他坐着聊天呢 他拉着特洋车 他也凑过来了 这这儿啊 李大潭和这大裤衩子 拿来顺 俩人正抬杠呢 俩人争论的是面红耳赤 争论什么呢 这起烟呢 就是这拿来顺 搁这广和纪园 蹭了一出戏 是京剧明觉 谭子童的东荒庄 这拿来顺一旦挑的二大呀 搁这广和戏园 看大门 八杆子加一杆子 九杆子能打着的亲戚 别看有这么点小职权 拿来顺啊 这种便宜了 也经常溜进去 蹭出戏看 你开始不能进去 开始人来人往 客人也多 有时候老板也搁着 拿来顺每一次啊 都等这戏演了 小半场了 才能悄悄的溜进去 他这亲戚也就睁一眼 闭一眼了 虽然说他看了不少戏 他样子就没看全过 这东荒庄呢 是一出新戏 讲的是捉拿清末的江阳大盗康小八的故事 这拿来顺啊 前半场没看着 但是今儿这和这几位伙计坐到一块了 照样搁着吹 俩然就是一位大行家 说着说着 李大侃乖听了 俩人就这么抬起站来了 要说这李大侃呢 也不一般人物 今年六十 要说倒退个四十年 他和这京城里头 那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他想当初 搁着大清国行部 担当着柜子手 专门砍祸着脑袋 后来进入民国了 这宅心也废了 这李大侃就这么拾了一眼 这辈子没结婚 主要呢 起不着合适的 他看上的女人呢 一听说他这职业 吓得当时都尿裤子 宁愿一辈子嫁不出去 老死归重 也不愿跟他过 大清国那阵 李大侃对于有没有老婆 无所谓 反正自己有钱 收入不低 急了 就到这八大胡同窑子里头 找个寄论 日子过着 也倒挺舒坦 后来大清国垮了之后 李大侃呢 也歪念了 除了杀人之外 一技之长也没有 商计也成了问题了 只好呢 动用机须 自己呀 买了辆洋车 靠着拉车度日 如今这李大侃 已经年过六十了 身子骨 也不行了 但是没办法 还得拉下去 要不然没饭吃 他知道啊 自己早晚也得跟这老汗头似的 干都拿算哪 倒都街头上拉倒 在这儿就听着拿来说说 我说李呀 我说这话 您还就别不爱听 要说看脑袋 您是行家 咱不敢跟您抬杠 可要说到这开戏呀 您哪 差着行是呢 我拿来说 我就好这一口 咱什么戏没看过 老戏咱就别说了吧 就说这八八拿 能看全的 没几个 不信咱们以后碰到马连梁 马老板咱们问问 他老人家能看过一半 也就不错了 人家明觉 喜欢唱老段子 瞧不上心心 东荒庄说的是拿康小八 就这么说吧 康八爷死了才多少年 也就四十来年 那这儿老佛爷还在 当年九门提督 拿住了康小八之后 从景山后街 往这地安门的压送 老佛爷 站到景山之上 拿了个望远镜 他可瞅了个够 老佛爷还纳闷呢 就这么个矮胖子 他怎么就能把这京城 闹他个底朝天呢 刚说到这 这李大坎拜听了 别搁那胡咧咧咧了 少跟老子搁这装行家 大爷我从来我不看戏 我从小我就烦这唱戏的 我师父说过 帮搭理那帮戏子 下酒溜 不就没事搁台上 吼一嗓子 折俩干头吗 那是吃饱了撑的 你说吧 就你说那什么广和戏园 撑死也就做那么个几百号 你搁台上怎么折腾 满打满算 也就几百号人搁得看 那叫露脸呢 差得远呢 不是李爷我吹 我当年搁这菜市口 我灵吃康小八 还热闹的 没有几万 也打不住 旁边有二度说话了 哎 李爷李呀 两码的事嘛 人家说这是看戏 您怎么又扯得管活人来了 这不跟着台杠吗 话又说回来了 老娜说的也不对 八大拿里头 好像没有这东方庄吧 老娜呀 我看你跟他扯淡 怎么着 不服气呀 我跟你数说啊 有这霸王庄 拿着黄龙鸡 独虎羊 拿着罗斯虎 李海屋 拿着狼如豹 东昌府拿好玩 燕家宝拿燕红 洛满湖拿李佩 淮安府拿蔡天化 拔拉庙 拿着飞德宫 你说说 拿康小八 算是哪一出啊 这文三这阵也做过来了 他可这拿来事啊 俩人就不合 自然向着李大坎了 哎 李呀 您接着说啊 看戏有啥意思 要说还是寡惑人就看头 这李大坎呢 点了点头啊 从自己当年的辉煌之中 还没回过味来呢 要说 那一次我们师父俩 伺候康八爷 嘿 活干的那就漂亮啊 我师父跟他敲刀 我跟一边给抱树 搁一刀 我喊一声 我这话音当一落呀 嘿 太热闹这人呐 提刷刷就叫了一声好 好家伙 几万人一提叫唤 他什么动静 就跟打雷似的 那天里我嗓子都嗨哑了 京城的老少爷们们 尽头一点都没下去 菜市口 人山人海 临街的这坊顶上 树上都是人嘛 就连窑子里的窑姐都出来了 看到最后啊 都乱了套了 跟这外围负责警戒的 绿阳兵都撑不住了 都被人群 挤到这灵池柱的边上 李爷我一不留神 撞 就被撞到这康八爷 怀里头了 憋在我拱到这康八爷的肚子上 那这儿啊 这康八爷已经快成一副骨头架子了 嘿 他老人家呀 还跟他烦呢 竟然教训起这绿阳兵来了 他说了 哎 我说绿阳兵 你们这帮丫头羊的 连他妈肠子里都看不住啊 要你们这帮吃软饭的干嘛呀 丢人现羊的东西 这康八爷真是条汉子啊 都这模样了 还跟他骂人呢 把这帮绿阳兵骂的 扫美大脸的 没一个敢吭声的 事后啊 我才知道 当时 监长官侯大人呢 坐到这贺年堂药铺的门口 被人从这太师椅上给举下来了 摔了个狗吃屎 就那天菜手一带 愣是急死了十多个 叫你们说说啊 戏子唱戏 露脸能露到这份上来吗 谁是明爵 我和我师父 拿来说听到这呀 有点不服气了 哎 李呀 你这 这竟搁这家帮钢啊 你这是 说着说着 走板了 这都搁哪搁哪呀 要我说您哪 您是四十里的 换奸 您是抬杠的好手 这搁这瞎帮杠 怎么 谁帮杠啊 李爷我管康小八的时候 还没这东荒庄呢 这拿来说说您哪 说句不好听的 您就是一杠头 扒杆子打不着的事 您也跟着谈 好 咱就说露脸的事 人家京剧明觉 人唱一出戏多少钱 您管个活人能挣多少 能比得了吗 哎呀 还别说 这李大坎呢 继续跟他回忆 要说 挂着康小八那回忆 刑部诸大人 给我送了四十两银子 我和我师父足足 造了几个月 那以后啊 就再也没判过 凌迟处死的咯 后来光绪三十一年 大臣沈家闻哪 走去皇上 删除凌迟处死等重刑 皇上批了八个字 永远删除 拒该斩绝 这下子可怀念了 你说我和我师父 凌迟这活干不了了 就靠砍脑袋 收入啊 少得多了 你说这还不算呢 后来到了民国 来了个司法改革 你说杀人连刀都不用了 一枪八撂倒 完事 什么事啊 这叫啊 自古以来 你说哪有杀人不用刀的 咱学的这不 就这手艺吗 文三说 凯 李呀 就您这也叫手艺啊 不就拿刀砍脖子吗 我看呐 世人都会 这李大侃一瞪眼睛 你懂什么 切 世人都会 你懂个屁呀 你当砍人脑袋 是剁猪排骨呢 外行人使刀 根本你就不知道搁哪下 卯足了劲儿 你就实际的轮巴 十下八下 砍不断 真正的刽子手 讲的那是从这骨头缝里头下刀 讲的是刀锋不碰骨头 就用五六成的劲儿 关键是个巧劲儿 刷啦一刀下去 咕噜 人头滚头一要让开歪 还抄你跟他眨眼睛呢 是啊 李呀 看人还有这么多奖教 哪敢情了 这活你以为是个人都能干呢 当年大清国刑部 正是挂牌拿想奸的 总共就五个 这么说吧 上至朝廷为五百官 下至京城的几十万老百姓 不管谁犯了死罪 都是我们五个伺候上路的 哎 李呀 您就说说哪里 汤小八的事 好家伙 我听人说 这汤小八经常的老少爷们 就没有不知道的 都说他是条汉子 我还听说 他们家住到通州的汤庄子 五一一般 不过 我听说他手里有把什么手枪 那边摇枪的可不多 就连衙门的普快 你也喝不上人手一只啊 有的普快还夸着腰刀呢 这下 这汤小八可成了警了 这小子做案那阵 好像二话不说 先是一枪 巴 把人给撂倒的呢 然后再抢东西 就这么 没几年个功夫 汤小八的手上 十几条着命 便被朝廷 列为了重犯 李大侠翻了翻了小眼睛 看了看他 温三 你见过康小八吗 嗯 没有 我是光绪二十八年出生的 康小八死那阵啊 我还不懂事呢 我这也都是听人说的 哦 你光绪二十八年了 我还说呢 也就是说 康子年 八国联军进京城 第二年 你小子就上出来了 哎呀 这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这你爹到底是谁 哇 大伙一听都乐了 小六子跟着也起哄 温三 要我说 你小子可能是 八国联军留下来的吧 温三一点都没生气 小六子 干什么 拿温业我打擦 是不是啊 温业我要是 八国联军留下来的 还用得着搁这拉扯 我早就到外国享福去了 李大侃接着说 温三 就你小子 什么事都有你 好像天底下事 没有你不懂的 老忘了自己姓啥 孙子 你要什么都懂 你给大伙说说 嘿嘿 李呀 您开玩笑 开玩笑 怪我多准 您接着说 这您海下那脑袋 比我吃那窝头都多 我哪敢跟您交往呢 李大侃呢 把这大烟袋点着了 一边抽着烟 一边是侃侃而谈 给他们讲这康小八的故事 实际上啊 康小八没别人传得那么深 这人呢 练了几天武艺 也就是个三脚毛个功夫 文三呢 说得倒也没错 他就仗着那把枪 是六响的转轮手枪 至于这枪怎么来的 那说法可就多了 有人说呢 是偷了殃国公使的 也有人说庚子年呢 京城大乱 康小八 干掉一个洋鬼的军官 得着的 康小八翻下中安之后 酒门提毒衙门 也追捕了他好几次 结果都让他给跑了 反正啊 那阵大清国也快玩的完了 衙门里的捕快 也是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中 也没人愿意 替这朝廷门命的 康小八 啪把枪掏出来 撂倒了一个 踢鱼的 跑得比兔子还快 这下子 康小八得了便宜 他就守不住了 接二连三 犯下了不少的重案 老佛爷都亲自下令拿他 装亲王领旨之后 下令由这萧海波带队 率领京城的捕快 刘伟祥等人 也同前去捉拿此贼 刘伟祥 你们都知道吧 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啊 当时任宋初二号 刘二彪子 他师父便是 半步帮拳天下无敌的 兴义门八大民家之一 郭云山 郭大侠 萧海波和这刘伟祥 那俩人是一等一的高手啊 就他们俩连起手来 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当时啊 康小八就藏到一间屋子里头 手里头 握着枪 是贱人就楼火呀 萧海波不管那子 巴一上前击挑门链 使了一招 旋风缠头背刀式 巴 把这康小八的子弹躲开 顺势用着刀背 直劈这康小八的后背 紧接着刘伟祥一个剑步 窜上前来 啊 棒 使了一招就半步帮拳 正打到这康小八的切胸上 这康小八当时啊 呃呃 一翻白眼 刀都递上了 大家伙是方拥而上 把这小子这就给拿下了 就为他呀 把这老佛爷都抽坏了啊 看得老佛爷压根都这么痒痒 没几天刑部这判决 这就派起来了 判的是凌迟处死 哦 李呀 那您就说说 您是怎么寡活人吧 听说也挺有讲究的 是判多少刀是多少刀 多了少了都不行 最多的还有判好几千刀的 呃 这呀 也都是老皇帝了 我听我师父说 明朝那阵 灵池有派一万刀的 比如说明朝的大太监刘景 犯上作乱 便被这正德皇帝 判了个灵池处死 刀数是三千三百五十七刀 分三天之刑 要按照大明的律例啊 对于这被判灵池的犯人 必须得把这刀数割足了 最后一刀 这才能治人死命呢 要不然行刑的人你就得倒霉 后来到了大清朝 判灵池这就少得多了 刀数最多也就是五百刀 一般死者都是斩首示众 除非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啊 要说这康小八 他就犯到这伤头了 手底下湿了条人命 老佛爷觉得把脑袋砍了 便宜他了 不过这康小八也真是条汉子 行行那天 康小八被绑到这灵池路上了 我师父冲他一抱拳 八爷爷 今儿个我们师徒俩 伺候您归天 得见了 康小八说 爷们儿 活呀 给我干的利索点啊 拜托了 我师父说了 八爷 实在扛不住 您就叫起上 没关系 这个不在面 哪知道 这康小八冷冷一笑 嘿 爷们儿 您就尽管给我招呼 八爷 我要是哼一哼 我就不是人养的 就这么的 炮声一响 我师父啊 开始干活 干这行啊 有这行的规矩 头一刀 你得从这胸口上开始 从胸口上 割下一片肉来 八王天上一扔 这叫寄天肉 第二天 第二刀啊 从这犯人的前额头上割 爸让这肉片搭了下来 把眼睛遮住 这叫遮眼罩 当这时候啊 康八爷不乐意了 康八爷说 爷们儿 别遮我眼睛 这么多人跟着看热闹呢 怎么不让我看呢 我师父说 八爷啊 您就别看了 菜市口啊 您不是没逛过 您猜他这八爷怎么说的 康八爷当时就说了 哎 爷们儿 这可就不对了 大姑娘小媳妇这么多 八爷我正学吗呢 哪个长得俊点 您得让我看一眼不是 您听听 这才叫康八爷呢 到死都是条汉子 这这小六子呀 扒他这嘴说话了 嘿嘿 这天就病床上摘母丹 临死也贪花呀 旁边有二柱子 瞪了他一眼 听着 别跟着瞎打掐 一提这个 你耳朵就竖起来了 李呀 帮搭了他 接着往下讲 这李大侃又装上一袋燕 接着往下说 我师父也觉得这康八爷说的有道理 你说人要是死了 还不许跟着看娘们儿 这也说不过去 我师父对康八爷一抱拳 原来 八爷爷 我听您的 刀尖一挑 啪 把这片遮眼肉就给挑肥了 紧接着 我又喊了一嗓子 第二刀 这家伙呀 底下几万人齐双双双 给我喊了一声 好 康八爷呀 裂开嘴乐了 要说我师父那活干的啊 没得挑啊 这活讲的就是这刀法 也得是精雕细刻 没刀片下去这肉 大小你还得差不多少 不信你弄敢乘磕这双双 分量也是大概极 我们行里有句行话叫鱼灵馆 手艺要是差点的 干这活你得用这鱼网 把这犯人给裹起来 绷紧漏 让这人肉呢 从这网眼呢 绷出来 你才能瞎到呢 我师父啊 用不着 他老人家确实 是这行里的高手 你看 就跟玩这山西刀削面 差不多少 只见他这刀啊 搁这康八爷身上 刷刷点点 好家伙 一片一片指甲盖大小的 鞋肉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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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落到这木桶里头了 绝了 我嗓子都还哑了 康八爷一声没啃 四百九十九刀之后 这康八爷被剃的 就剩一副骨头架子了 人还没死 眼珠子跟那滴溜溜还这么拽哟 他盯着我师父 还微微的点了点头 可能是管我师父呢 说我师父活干得漂亮 我师父说了 八爷爷 咱们爷俩是就此分手 您哪 走好 要是有冤 咱们下辈子见 说完了 一刀 出 捅到这康八爷心窝在里头 把刀八爷转 把心挑出来 康八爷这才算是绝器身亡 搁着风泽源的对过 老贵子手里大砍 该这搁几个呀 讲了寡活人的全部过程 陈三一听 啊 这就完了 废话 不玩咱们的 人家康八爷生生扛了五百刀 要搁到你小子身上 十刀我看你也扛不住 这文三听得是意犹未尽 这呀 这吃烤鸭还得生负骨头架子不是 这康八爷 那骨头架子 后来怎么算了 下面这活呀 这不就该我干了吗 要是按照规矩呢 凌迟处死的人 都得挫骨央晖 不许犯人他们家的家属来收拾 什么叫挫骨央晖呢 就是把死人的骨头都给你砸碎他 连碎肉带碎骨 装到木桶里头 让他乱葬杆子 喂野狗 要说这可是个力求啊 当这骨头都砸碎了 我累的也差不多少了 本来想歇一会儿 我师父啊 用这烟带锅一敲我脑门 瞧你这熊样 快点把活干立算了 得 我又拎着这木桶 从这菜市口 走到天桥那山剑口乱分岗子呢 刚把这骨头杂子倒出去 好家伙啊 十几条恶红了眼的野狗 呼啦嘲都围上来了 差点没把老子我给吃了 这李大侃说完呢 自己装了一袋烟 又跟这吸起来了 就连文三在内 几位老伙计 也都听傻了眼了 由二度老半天撤菜 缓过劲来 哎呦我的妈呀 真够吓人的啊 你说生生把个大货人 就给剃成骨头架子 就这热闹吧 我可不敢看去 非下出毛病来不可 但文三觉得呀 这事啊 这是个热闹 自己没敢上 挺遗憾 真要有这热闹看 那是说啥也不能不去 就这个 比开戏强的多了 反正这刀 割到人身上 也没割到自己身上不是 这阵这李大侃 上一眼下一眼 打亮打亮文三 哎呀 文三啊 要我说 你可不是块好材料 你瞅你这啊 瘦得跟个道量似的 没两下 肯定就见骨头了 上下一瞅 没下刀的地方 真要赶上你这么个活呀 非得把李家我这牌子 给做倒了不可 瞧张康巴一 就那身子板 就那身肉标 先生就是为这灵池长的 再瞅瞅你啊 整个就这么一事排骨 李爷我都懒得做你这活 哎 得嘞 李爷爷 就您手一再精啊 如今呢 也用不上了 要我说呀 李爷您就不应该改行 到这车行里头 你说您改行 到屠户那去 找个差事 宰不了人 你宰个猪啥的 没事给猪来 他个鱼领馆 又剁肉馅 又练手呀 这多好啊 哇 一番话呀 给大伙都逗乐了 这李大侃说 我呀 我就愿意 搁你屁股上练手一 我说你小子的屁股 怎么长的啊 人家两半 你四半 看来我得好好 给你修理修理 对 小六子也跟他起哄 来 咱把文三裤子扒了 再兜他个鱼网 李爷您没事 就拿他屁股练了 练他这鱼领馆 那来说也说话了 文三这屁股啊 净是金 要做这鱼鳞呐 用刀恐怕都不管事 我看呐 得用这唠去唠 文三就烦这拿来说 俩人没事就不对付 有一回跟这同合车行打架 他让这拿来说 拿大顶拿的 脑袋撞到这地上 让什么医护好几天 你看别人拿他起哄行 这拿来说拿他一起哄 他这挺生气 哎哎哎 咱们的 河边娶媳妇 这把王八都给逗乐了啊 拿来说一听这话 也不爱听 站起身来 把这袖子一挽 蹦 把这文三衣服领子 又给耗住了 文三顺手 把他袖子也拽住了 有二柱和小六子 俩人跟一边拉下 拿来说把拳头一晃 文三 咱们的 是不是有日子 我又没揍你了啊 身上又痒痒了吧 你再骂一句 骂一句我听听 今儿个那爷 我把你屎给你揍出来 你信不 这文三上次跟他来说 大家就吃过亏了 今儿个 心里也发虚 哎哎咋的咋的 我指明倒下骂你了啊 我没骂你 大家给拼拼礼 这年头有捡金子的 捡银子的 还有捡骂的吗 没骂我 你骂谁呢 这就这么几个人 你没骂我 你是骂李爷呢 还是骂 油二柱和小六子呢 你说 文三当然不敢骂 旁边这几位了 那还不引起重怒了呀 谁说话 拿来说 你个孙子够寒淡 这不逼我文三得罪人吗 文三啊 就想偷抹的 照着拿来说 这当里头 咚 来他一脚 又一琢磨 觉得这胜算有点不太大 把这面头啊 也给放下了 一耿耿脖子 咱们的 骂我自己呢 咱们的了 拿来说 要的就就这句话 他也不想真打架 对付文三这种人 只要语言上 能威慑住他 这就得了 既然他认识宰了 拿来说呢 自然 找个台阶 这也下来了 李大坎本来以为 他俩能搭起来呢 一边抽着烟 一边搁着看 最后俩人把手都松开了 嘿 你给大坎说 咱们的 咱们不打了 啊 没劲 有这功夫 我还不如到天桥 看沈三撂交呢 你们俩小子 六月里的冬瓜 毛呢 刚说到这 徐金哥他们吃完饭 从这疯子的园里头出来 说他喊文三 文三啊 快扶这陆先生 把这陆先生给送回去 这回啊 这陆中庸和这徐金哥俩人呢 搁这封泽园的饭庄的雅座 俩人要了一瓶五两叶 很快啊 这就见了底了 这酒喝完了 陆中庸的这话也多了 原来这陆中庸啊 也是一肚子委屈 觉得这徐金哥 是自己的知音啊 哎 心里的话呀 愿意和这徐金哥说啊 也不说 老弟呀 如今这产事啊 不好干 咱们这些人都是耗子 钻风向 两头收起 日本人的饭不好吃 也不白吃 你这隔三差五的 还得检举几个抗日分子 要不然 日本宪兵队和这特高科 饶不了你 你说咱们检举谁啊 都是没怨没仇的 人家这要有抗日思想 能让你知道吗 我陆中庸多少也是有点度量 被人骂几只汉奸 我也无所谓 人嘛 哪有不爱骂的 以前我当记者那阵 我就没少了 挨骂 可问题呀 不在这 我是为咱们中国人担心 哦 这徐金哥夹了块肘子 放到陆中庸的碟子里头了 陆兄 您接着说 怎么呢 看起来 您还有点 有国有民 这陆中庸啊 把这酒中往这桌上一放 那是裤子里头冒烟 当然了 我陆中庸当然是妖国妖民 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就在于这国民素质 国民素质的低劣导致国家贫困 四万万人 有思想有见解的人能有多少啊 大部分还不是昏昏恶恶 就这种人这素质 你还想抗日 根本就不可能 陆某我虽然是一介文人 但是 我对军事问题 我也是大有眼就 就拿着 松户会战来说吧 这一次 蒋先生 可以说是大手笔啊 短时间之内 调集了七十万的大军 是全国陆军的三分之二 日本人多少呢 一开始不到一万 后来呀 大局增兵 也就二十多万人 结果怎么样 照样是兵败如山倒 连首都都丢了 翻回头 咱们再看看这中国的历史 金灭北宋是元灭南宋 清灭大明 越抵抗王国的越快 不是没有敢拼命的主 你看这岳飞 文天祥 石刻法 够样的吧 可又能怎么样 石刻法那大多儿鬼书 写的那是气势磅礴 结果如何 自己兵败被俘之后 引来了扬州时日的灾难 老百姓血流成河 知道吗 从这点上看 人家西方人就比较灵活 法国人也抵抗 打着打着 觉得这路子不对 德国人退了一回了 抵抗也被打 人家政府连班都没打 通通宽宽 投降了 战争也结束了 别的不说 最起码不死人 也这是真的 再瞅瞅荷兰 别利时 也都明白着呢 打不过就不打 立马宣布投降 德国人怎么样 人家能把你给灭了 把老百姓都给你杀光了 不可能吧 法国还是法国 荷兰还是荷兰 老百姓照样也是 娶妻生子 不过就是换了个政府 听到这 徐京哥恨着暗要厚仇呀 先说话这陆忠勇啊 这王八蛋 当了汉奸 还有理了 还觉得中国应该投降 应该就当着王国奴 等我这事完了 翻回头来 我再收拾你 但是目前任务为重 还得搁一边附和着 嗯 对 对 有道理 听着陆兄一言 兄弟我 毛色洞开 老百姓就是老百姓 政治家 毕竟是政治家 个人的想法 那是大不一样 陆忠勇又闷了一口酒 慷慨而谈啊 要说对这老百姓来说 总不得有人管着嘛 不是张三就是李四 谁管 那不是管的 管就管呗 管老百姓什么事啊 咱中国人打仗不行 你就得玩软的 那日本人怎么的了 你来了 咱不招他 踏踏实实当这顺民 我看他这坦克大炮 他还能打谁去 您知道历史上有个北魏吗 那是打进中原的 显卑人建立的王朝 显卑人本来是姚牧民族 擅长骑射 汉人当然打不过人家了 怎么办呢 没关系 您哪 什么都别干 只管踏踏踏实实 隔着过日子 时间是总能证明一切 他显卑人坐了江山之后 总不能成天是五刀弄枪的吧 要没人找你 你打谁去啊 坐了江山 你就该享福了不是 别哩 这好日子一过 收不住了 十个八个媳妇 咱们也得送 敞开了火 让你生孩子 孩子生的越多 那些孩子 你说他算什么 你说他算是贤卑人吧 没关系 等这孩子长大了 再让他跟汉人通婚 再生孩子 你说还能算贤卑人吗 几十年这么一晃 过去了 一眨眼的功夫 几差人种这么一串 您放心 串来串去 串不出中国去 这就叫肉烂的锅里头 外国人压根就占不着便宜 北卫校文帝改革 穿汉人的衣服 学习汉人的文化 民族通婚 血缘融合 三下两下 您瞅瞅 怎么样 显卑族没了 拿去了 融合了 汉人好好的还戳斗呢 显卑人是不是就从此消失了 老弟呀 要我说呀 这就是历史 你把眼光放得远点 不能只看眼前 哦 陆兄 您这一说 我明白了 您这意思眼下对付日本人 也得用这招 咱们来他的不抵抗 就当顺民 用软功夫对付他 对喽 对喽 这招啊 比什么都管用 要不我怎么佩服汪兆明先生 人家讲的那就取献救国 这确实是高招 比如说 抗战初期吧 汪先生也是主张派 也是主张 抵抗日本人 后来为什么汪先生又改变主张了 这就是啊 不得不承认 汪先生在这审时度势的方面 高出一筹来 原因挺简单 原因 原因明摆着 那就是尽力抵抗之后 发现咱们中国 我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对手 打下去 生灵涂炭 亡国灭种 是 有的人主张抵抗 成全自己的契机啊 但是 倒霉的老百姓 老百姓招谁惹谁了 老弟呀 咱们中国人和这洋人的观念就是不一样 西方人讲就是 不自由 勿宁死 咱中国人讲的是 好死不如赖活着 我说句不好听的 洋人脑袋就不好使 绕来绕去 把自己绕进去了 还不自由 宁可死 你说你命都没了 你要自由有什么用啊 谁都明白是这个理 他西方人的脑袋 就是转不过弯的 嗯 好 好 徐静哥听的 什么给他拍巴掌 搞论 搞论 陆兄啊 您确实是文化人 把这道理讲的是深入前处 兄弟我受益匪浅 哎 哪里哪里 老弟呀 您过奖了 其实啊 世界上没有很深奥的理论 所有的理论就是非常简单 不过就是被人为的复杂化了 文化人的资格认就是把复杂的理论还原成了简单的道理 哦 徐静哥听到这话锋一转 陆兄 我现在关心的就是这战争的时局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日本人搁这太平洋可能有些撑不住了 美国的轰炸机已经把这东京炸成了一片的焦土 而且欧洲战场上德国人也在节节的败退 俄国人已经逼近了百里 我想 如果说这场战争 着心国方面打输了 你说咱们可怎么办 将来 蒋先生要从这重庆回来 二十九局要打回到北平来 咱这日子 我看不太好过 也不知道陆兄 您有什么打算 这陆中庸擦了擦嘴 显得是胸有成竹啊 哈哈哈哈 老弟 您哪 别担心 凡事呢 都得谋划在先 但凡战争都得有结果 无非是三种结局 或者胜 或者败 或者沿河 日本人打胜了 那就不用说了 如果说打败了 或者沿河了 肯定会对咱们不利 这一点 我呀 我呀早就想到了 当然 我也有对策 哦 愿闻其详 还请陆兄指点迷津 老弟呀 你我认识的时间 虽然不长 但是呢 一见如故 陆某我是诚心教你这个朋友 如果说换了旁人 如果说换了旁人 那么我是断然不会透露的 这阵 陆中庸凑近了徐金歌 压低了响音 咱们呢 想办法加入日本国籍 此为上策 哦 为什么 如果说日本人战败了 盟军方面也会按照国际法行事 我们呢 会被当成日本的侨民 遣返回国 中国政府 那是无权追究一位日本公民 在这战争之中的责任 所以说身份问题 那太重要了 可是 陆兄 你看 你或许有这路子 这日本 日本国的国籍 那么好加入的吗 这其中 恐怕得有不少规定吧 那当然了 这里头啊 得有关系 另外呢 还得看你是不是跟日本人面前有面子 算不算这社会的名流 再一个呢 你对日本人是不是有交大的贡献 不瞒老弟你说 就这两条 老哥呀 我都占了 更重要的是 我还有一些非常有身份的日本朋友帮忙 对此啊 我是啊 高枕无忧 哦 陆兄 跟你说句实话 你知道 我们这些为日本人做事的 难免总得得罪些人 有时候是身不由己呀 为了糊口饭吃 谁能想到 如今连条后路都没了 陆兄 您要是有办法 您就拉小弟我一把 您看 哎呀 陆东勇叹了口气呀 老弟呀 要说 世事如其余呀 聪明人 你得走一步 看三步 你早该考虑到后路的问题了 不过 你既然是朋友 我肯定得帮你这个忙 我有一位日本朋友 就全养拼斋 此人可以说是神通广大呀 他如果愿意帮忙 应该是没啥大问题 不过 这里头可有个费用的问题 这徐晶哥一听 提到全养拼斋了 当时也来了精神了 他找这陆中勇 跟这陆中勇浪费金钱 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就是为了这全养拼斋 赶紧点头 好好 我知道 这费用不成问题 规矩呢 我倒懂 咱们呢 就按规矩办 您放心 事成之后 您这个中间人 我肯定另有一番意思 这绝对见外了 咱朋友嘛 朋友之间不严厉 路某我的为人 日子长了 你呀也就知道了 那是那是 我心里头有数 陆叔 我还想问您一句 就您这日本朋友 他是军界呀 还是个政界呀 他这具体身份啊 真就不太知道 他是一位日本浪人 不过有一点我知道 此人背景非常甚 你别说政界军界呀 就是和日本的皇室 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哦 那陆兄 如果方便的话 您能不能 替兄弟兄弟我安排安排 和这全阳先生 见一次面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 兄弟我愿意向这全阳先生 提供一条 有关于南京政府的绝密情报 哦 绝密情报 能不能和我大致讲讲 那是战争年代 敌我双方 情报非常重要 有时候一条绝密的情报 你花多少银葬 花多少钱 你都买不来 你提这个 谁都感兴趣 特别是他们搞这间谍活动的 把这情报都视为是无价之宝啊 这徐金哥轻轻一摇头 陆兄 对不起 事关重大 我呀 也不能和您相说啊 还请陆兄 见谅 最后啊 这徐金哥提出来 希望能让这陆中庸 安排他和这全阳平斋 俩人能见上一面 说要给这全阳平斋呀 提供一条重要的情报 这陆中庸问他是啥 他也没说啊 这徐金哥说啊 陆先生 就请您转告 全阳先生 自从汪兆明先生在这日本病故之后 南京政府之中的陈公伯 楚明仪 周福海 梅斯平 这些个十全人物 便进行了秘密窜联 而且呢 已经和重庆方面建立了某种的默契 关于具体的细节 我也只能等见到全阳先生之后 我们再详细的商谈 还请陆兄您见谈 还请陆兄您见谅 没关系 既然是绝密情报嘛 我呢 也就不打听了 你放心 我会尽快的给你安排这一次见面 这一次谈话呀 徐金哥 收获可以说是 非常之大呀 酒烟散过之后 陆中庸喝的是 酩酊大醉 到外头 把文三 喊进来 扶着陆中庸 把这陆先生 给送回到家里去了 第二天呢 他找到这全阳平栅 说实话 这陆中庸这人 哎 倒还是挺办事 觉得自己呀 既然答应这个叫徐东平的了 那理所应当 就应该呢 跟着全阳平栅先生 说一说 另外 这徐东平也向他许诺 说万一这事办成了之后 那给他有好处 那谁跟钱有仇啊 他也知道 徐东平这人 挥金似土 花起钱来不大回事 虽然没说给多少 但是 他帮着徐东平 办了这么大的事 绝对不可能亏待他 跟这全阳平栅一说 这全阳平栅呀 闭着眼睛 跟他听着 实际上 全阳平栅 有自己的打算 说实话 隔着全阳平栅的眼里头 这陆中庸连条狗都不容 比如说 他养了一条爱犬 名叫菊花 纯种的狼青拳 受过专业训练 非常凶猛 就他这么一条好狗 十个陆中庸 他也不带换的 既然这陆中庸的地位 搁着全阳平栅心里头 连条狗都不如 那么陆中庸 接受过来的人 全阳平栅就更没兴趣 根本来想都不愿意想他 不过后来 这全阳平栅 仔细一琢磨 忽然琢磨出个问题了 这徐东平 原来那阵口口声声 说是南京政府的人 还说要给我提供一条 重要的情报 什么情报 对这个呀 他感受兴趣了 你看再说这事 那已经到了1945年的年初了 马上这抗战就要胜利了 全阳平栅也知道 此时此刻 这个战局 已经是非常的明显 也就是说这日本国 你不管他怎么挣扎 怎么扑腾 这战局呀 完不回来了 主要就是自己 跟这太平常战场 扑的这摊子太大了 自己国家本身小 人口有限 资源匮乏 这摊子扑腾大了 得罪人多了 忙活不过来了 这边跟中国打 那边还得跟美国打 现在呀 这美国已经把这日本的首都东京 这轮番的轰炸 都快炸平了 这战争本身这事忙活不过来呢 再加上中国这么大 他们虽然占领了中国很多的地方 还难控制 这要是中国现在抱成一团 就是一个政权 他们呢 还真就通知不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呢 把中国给分开 分成若干块 你们之间互相有矛盾 尔虞我诈 你争我斗 我这边呢 这就好控制了 比如说 国民党的重庆政府算是一块 蒋介石跟那说了算 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又算一块 王精卫跟那说了算 另外 要建立了很多的围满政权 比如说东北的围满洲府 跟华北成立的围满自治政府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各地的军阀 也都是各自为政 另外 国共之间 沦洒的战争 打的也是死去活来 这样一来呀 哎 他们这就好统治多了 可如今 全养平摘制的 情况和当初那点可不一样 比如说 汪精卫所管辖的南京政府 面积还不算太大 驻军也不太多 也就是两个军 十二个师 两个独立旅 还有一个独立团 总兵力才数十万人 而且还是二流的部队 可原来那阵 这日本人根本就没把这些二流部队放到眼里头 但现在不行了 假如说南京政府突然发生暴乱 这几十万人 嗡一下要起来 可这内部将会给日本人带来严重的死伤 严重的打击 因此上啊 这全养平摘觉得 这徐东平提供的这情报 对这日本政府至关重要 这只是其一 另外全养平摘还觉得 这徐东平 他究竟是什么人呢 凭直觉 他就感觉 这徐东平 绝不是一般的什么所谓政府的官员 为这个 他还特意打电话 到这南京政府那边 了解了解这徐东平的情况 南京政府给他们答复啊 确实 财政部 有这徐东平这个人 三个月前 已经辞职不干了 无懈可及 整个都对上茶了 但全养平摘觉得 不可信 不可信 他们干脱供这一行的 事先肯定一切一切都安排好了 做到天衣无缝 你怎么查 你也查不漏 另外这南京政府 现在也不可信 明着是归顺日本人 听日本人的 实际上 现在他们自己 也要独立 日本人马上快要崴了了 他们也不愿意听了 也快管不住人家了 因此让全养平摘 做了个决定 打算先要给这徐金哥 向上面 要这陆中庸坐东 搁这全聚德饭庄 请这徐东平吃饭 然后呢 他躲到旁边的包厢里头 搁这偷偷的看着 看一看这徐东平 究竟是何许人也 行快 陆中庸帮着安排好了 其实啊 徐金哥对这一切的一切 都知道 不有那么句话吗 螳螂土蝉 黄雀彩后 这边全养平摘 欢迎他 他们这边 重庆的一些的特工人员 也在时刻的监视着全养平摘 全养平摘 在那边包厢里头 徐金哥也知道 所以呢 这天呢 徐金哥还刻意的 把自己打扮成商议人 戴着礼帽 穿着长袍 脸上还多少的 敷了点香粉 怎么看 怎么是做买卖的 但全养平摘 躲在暗处 他仔细一看 不由的 他也一计量 只见这徐金哥 你看上去 听斯文个人 但实际上 眼角 没烧 带着千层的杀气 动作敏天 一看着就是练过 特别是 这徐金哥哥这走廊里头 往这包厢里头进 他一拐弯这根 正常人拐弯 直接 很自然的 这就过去了 而这徐金哥 先是往左边 先跨出一步来 然后拐了个大弯 再进这包房 多年养成的习惯 要不然包房里头 这要忽然间冒出个人类 老头盖屏 光来这么一下子 对方搁这丝角里头 躲都没地方躲去 自然而然的 这流露出来了 就这么一个动作 你开始非常的轻微 但是 全养平宅也干啥 那眼睛里也不柔傻子 凭着他这一种职业的敏感 全养平宅知道 看起来 眼前这个徐东平 是自己的同行 只是他来自哪个方面 自己现在还搞不清楚 看起来 这姓徐的 对我的来历 他也清楚 他不可能 对我这么一个日本浪人 感兴趣 他感兴趣的 应该是我身后的黑油龙辉 他这是哥哪知道 我这神势的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我还真得好好的 对付对付他 因此让啊 这全养平宅呀 他决定要会会这徐东平 让这陆中庸约他 见面地点 就在西四条大街 钻塔胡同 四十一号 就搁这见面 由于这事关机密 徐东平说了 要向这全养平宅 提供一条 非常机密的情报 陆东庸呢 也就不用去了 到时候 徐金哥自己去 全养平宅呢 搁这砖塔胡同 四十一号 跟他挡着他 在徐金哥呀 这么些天 出来进去的 用的都是文三儿的车 哎呦 文三儿就觉得自己呀 度日如年 整天是提心吊胆 看起来这姓徐的 也说不上 又要吐啥娄子了 你说这世界上 他怎么就有这么一种人 他怎么就不安分点呢 放着好好的日子 你不过 你非得要弄出点什么事来 文三儿生气归生气 无可奈何 你说你姓徐的 你不好好过日子 那是你自己的事 我文三儿 我找谁惹谁了 你说北平这么多人 这么多车夫 你不找别的 单找我 哎呀 我躲都躲不开呀 这天呢 那徐金哥乐呵呵的 要找文三儿来了 文三儿啊 有时间吗 徐爷 我这忙着 忙什么忙 那不就拉车吗 车钱算我的 再给你加一块 到这罗马市大街 岁云宣茶馆 您哥呢 约客人了 不是 我今儿干 就请您喝茶 啊 文三儿一听这话呀 差点没做地上 他知道 长这么大 没人拿自己当过一盘菜 朗不丁的 说有人要请自己喝茶 摆明了 大货马上去就要临头了 浪头那琢磨了老半天 他也没琢磨出个头绪来 他也说不上 不去能怎么样 关键是啊 不敢不去 知道 得罪这徐金哥 没自己好果子吃 没办法 那两个人来到了翠云宣的茶馆 坐下来之后 有人给端上茶来 该先果品也都摆上了 徐金哥看了开文少儿 哈哈 徐呀 您 文少儿啊 我想问问你 你是中国人吗 徐呀 瞧您说的 咱不当中国人 我还 我想当日本人 人家也不要我呀 嗯 好 那么 我今儿个我就实话告诉你 我是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地下工作人员 我干的是抗日除奸的工作 我现在有事想要你帮忙 啊 徐爷 我就一个臭拉车的 我能帮您什么忙啊 徐金哥过来 给这文山血上水 你个 我要去拜访全阳平摘 我不需要你干别的 我只要你个门口等着 如果说我二十分钟还没出来 你马上就按我给你的地址 去找一位姓马的老板 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你呢 也就没事了 从此以后 你拉你的车 就当这事 没发生过 徐爷 我 我求求您了 您能不能换个人啊 这这忙 我帮不了 嗯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您要干啥 可我估摸着 这事肯定小不了 八成是要掉脑袋的事 我求您还饶了我得了 这么说吧 这玩命的事 给多少钱我也不去 给多少钱你都不去 文山 你跟他想什么呢 我可告诉你 这可是抗日救国的大事 一分钱没有 这回你是干也得干 不干也得干 那 徐爷 我说句话 您别不爱听 我干了能有啥好处啊 我不干 又能把我怎么样啊 嘿 文山啊 你可给我听好了 今儿个这事 你要是干 你就能活下去 你知道吗 你要是不干 我可告诉你 活不过 没干 两条大 你自己选吧 哎哟 徐爷 我求您 您就饶了我吧 我是上有八十老母 我下 别跟着跟我俩扯淡了 我还不知道你的 光顾一条 你哪来的八十老母 就瞅你这个熊样 你也不觉得丢脸 日本人占领北平七年多了 当王国奴的滋味 你还没尝够吗 你闻三 还是不是个爷们 你为什么就没点爷们的血腥 你宁可搁这吃混合面 当着王国奴 也要保住死命 连反抗一下的勇气你都没有 你就说吧 现在就给你俩选择要 一个是像狗一般的活着 得日本人当顺民 另外一个 那就是起来访他 哪怕是死 也得像条汉子 你说 你选择哪一个 我 好死 还不如来活着呢 一听这话 徐晋哥真是忍无客人 啊 啪 一啪一桌子 桌上这茶壶 茶碗 蹦蹦蹦 都蹦起来了 文三 我可告诉你 你我今儿子我也不管你说啥 我也没工夫 跟着跟你摸嘴皮子 从现在开始 你的一切行动 都得我允许 你记住了吗 你小子要敢耍什么花招 我要你狗命 听到没 哎哎 好好好 文三从来还没看得过徐晋哥发这么大火 当时也吓梦了 脑袋里头是一片空白 徐晋 您消消消气 您消消火 我听您的 还不成吗 徐晋哥把这茶钱算了之后 站起身来警告他 我可告诉你啊 把嘴给我闭眼了 你要敢走路一点方向 照样也得死 记住了吗 哎哎哎 我记住了 徐晋哥呀 头也没回 把这文三自己扔到这茶馆里头了 这文三些说话可怎么办呢 我今儿个晚上还得跟着徐晋哥拼命去 不去也不行啊 晚上啊 徐晋哥找文三来了 今儿的徐晋哥还是李孟西福 他往这车上一坐呀 显得倒是挺安详 憋着眼睛 叼着雪茄烟 一边走着 他一边抽着烟 双目为何 脑袋里头 也不住排旋着 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徐晋哥呀 把所有可能出现的事 都考虑到了 他也知道 这全阳平斋 那是老牌的特工 要说他的功夫 他的能力 绝对不在这徐晋哥之下 如果说自己带着武器 盒子枪 匣子炮 进到41号 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了 全阳平斋的这些手下 肯定得对他是力行搜身 这就是关键 看武器 武器搜出去了 什么都泡汤了 为这个呀 徐晋哥特殊做了准备 他弄了一支特殊的手枪 这手枪是英国造的 形状啊 就和这雪茄烟 差不多少 让到这雪茄烟里头 确实能够一夹乱阵 根底下这有一块隐形的手柄 只要轻轻烟 啪 这子弹就能打出去 这手枪的口径是7.62毫米 子弹呢 是刚心的千弹 威力也非常大 穿透力也强 喝着另外几颗的雪茄烟 放到这烟盒里头了 看上去做得挺堡靠 实际上 这也挺冒险 那日本特工 那也不白给呀 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 但是除此之外 也想不出别的好办法了 也只能是随机演变 今儿呢 把这文三可吓坏了 却这砖塔胡同这路上 这文三的状态呀 非常不稳定 他像往常一般 拉着车 一路小跑 但不管怎么跑 就是跑不成直线 车把也是扭来晃去 徐晶哥就发现文三的两条腿呀 跟他这么哆嗦 他拍了拍文三的后背 文三 你小子走路 怎么跟这鬼话服似的 你走直线呀 徐爷爷 我也不怕您笑话 这这会儿啊 我这裤裆都湿了 我这两条腿 也不听使唤 你小子 就这么点粗心 你放心吧 一会儿到地方 没你事儿了 你就跟门口挡着我 二十分钟之内 我要是不回来 你呢 就把信给我送到 这就得了 好嘞 徐爷 我谢了您嘞 行快 砖塔胡同 四十一号 这就到了 徐晶哥下了车 进入到四十一号之内 文三把车拉到一边 靠到车座上 跟他挡着 一分钟 两分钟 二十分钟 怎么过得这么慢 快到点吧 我好赶紧结束 要不然一会儿 不一定出啥妖蛾子 而且这文三 他怎么着急 咱们不说 呆说这徐晶哥 脉步进入到 砖塔胡同四十一号 这才要开始 行动 徐晶哥来到了 砖塔胡同四十八号 今儿个 他到这来 要干一件大事 什么呢 他要刺杀这 全阳拼斋 日本人的大剑别头子 上前一拍门 出来一名 日本县兵 把这徐晶哥 带进去了 徐晶哥进了院 业丑啊 小院不太大 但是 方方正正 阳面 三间正房 东西还有厢房 虽然不算豪华 但是呢 非常讲究 方钻漫地 墙上爬的都是爬山湖 这边呢 还有葡萄架 占领 日本县兵 把这徐晶哥 带到正房 一推门 徐先生 别请 迈不着就进入客厅了 客厅里头 要过来一名 日本县兵 朝着徐晶哥一点头 徐先生 对不起 凡事 进到这里的人 我们 必须得 立行搜身 啊 我说 你们这可不太对劲吧 我是你们 全阳先生的朋友 怎么 朋友拜访 也要搜身嘛 他可是抗议 但是这两名 日本县兵 根本不管他那个 过来 把这徐晶哥 上上下下 搜了一遍 没搜出啥来 最后把这雪切烟 这烟盒 给搜出来了 啪 烟盒打开 里头还能有 那么十来颗雪切烟 徐晶哥这心了 这就提到嗓子眼了 秘密全都 搁这烟盒里头呢 也不知道 能不能被他们 给发现了 那名县兵 拿起一颗烟来 啪 接舌了 没啥破绽 扔一边 又拿起一颗来 打 又绝射 徐晶哥也瞅 瞅这意思 他们这十了颗烟 他们不都绝射 绝不能完了 说着话 一名日本县兵 就把那只手枪 伪装成的雪切烟 就给拿到手里头了 只要轻轻一折 立刻就要发现破绽了 徐晶哥也瞅不好啊 看起来我今儿就被人发现了 日本人有防备 既然如此 我就来他先下手为强 想到这 徐晶哥猛然双臂一合 嗨 使了一刀就双风怪儿 正打到一名日本县兵 左右的太阳穴上 这徐晶哥从小就练过功夫 练过铁沙掌 就这一下子 你别说是人脑袋 石头也给你拍裂 耳朵中就给他咔砸这么一声 这名日本县兵 这头骨被这徐晶哥 硬伤伤就给击碎了 啊 咕咕 倒到地上了 另外一名日本县兵 见识不好 赶紧紧伸手 从这腰里头 把这手枪 这就拔出来了 保险还没能打开呢 徐晶哥一个剑步上身 用手这么一摟 把这日本县兵的脖子 就给露住了 双手一挑 当时把这名县兵脖子 硬伤伤就给铭断了 脑袋都铭到后头去了 那还有个活呀 哭痛也倒到地上了 实际上 徐晶哥这一连气的动作 一气呵成 速度非常快 也就三十秒左右的时间 三十秒 空手是连毙了两名日文县兵 这也就是徐晶哥 你换别人 根本你就办不到 但是徐晶哥也知道 现在真正的危险还没来呢 既然日本人已经发现了 绝不可能就眼前就这么两个人 其他的人不一定搁那埋伏着呢 刚想到这 就觉得身后 抓啦 歪就放想动 哎 不好 徐晶哥本能的往前一蹿 完了 就觉得有一根钢身 哎 把这脖子给套住了 当身旺里头一指 当时徐晶哥这就动作不了了 徐晶哥手里头还拿着这把 七点六二毫米口径的这血血手枪呢 他就想挥过山来 照那人来这么一听 但是 徐晶哥发现 那人也受过专业的训练 实用的是绞杀手法 站着位置站得特别好 整个站到一个死角里头了 徐晶哥这手 不管怎么动他 身子只要他转不过来 就打不着人家 与此同时 徐晶哥就感觉到啊 这钢身啊 已经来一头肉里头去了 再往里头紧一点 把这动脉或者气管给你拉断了 那人肯定就活不了了 在这就听见身后那位说 徐先生 逼人全阳平呆 想您请安 徐晶哥就觉得这钢身一送 自己呀 喘了一口气 徐阳先生 久仰了 你 你就这么 招待客人吗 徐先生 在你 临死之前 我还有点问题 想要和你 合审一下 我的问题是 你的这个刺客 受哪方面的指派 另一个问题是 你们 如何知道 我全阳平摘的身份 徐晶哥咬牙呀 吸进了一口气 全阳平摘 你下手吧 有人会为我报仇的 嗯 好 你既然 拒绝回答 很遗憾 像徐先生的这种高手 能要是 为我们日本帝国服务 该有多好 可是 你拒绝合作 也只有 死路 你跳 啊 钢身是 继续的 拉紧 这钢身 非常 细 直径 也就在这 零点五毫米左右 轻轻 就使劲 真往肉里头 勒呀 马上 这徐晶哥的气管 这就要被勒断了 徐晶哥就觉得 也真的迷糊 思维呀 渐渐的也就在模糊了 马上知觉着就要丧失了 就这一刹那之间 徐晶哥脑袋里头 茫然之间冒测念头了 对 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于死往克 想到这个 徐晶哥把这血切烟 把这枪头 对准自己的胸藏 一按这按钮 这枪子就大响了 子弹射出来 撞到徐晶哥的身上 顺着徐晶哥的身体 穿过去 又打到全养平栽的身上 这弹头 留到全养平栽的体内 全养平栽的海上 这鲜血 盘出来 见到身后的墙上 也分不清是徐晶哥的血 还是全养平栽的血了 整个就是一幅野兽派的绘画 这也就是全养平栽 今儿个的有点拖辣了 他觉得 凭自己 事先一切都准备好了 占据这游历的位置 再带上两名日本宪兵 对付一个徐东平 绰绰有余 没想到 双方最后拼了个通归于尽 假如说他要多带几个人 或者呢 门外再埋伏一个俩的 那徐晶哥这条命 那就保不住了 除了他们俩之外呀 屋里没别人了 徐晶哥虽然这一枪 从这前行打进去 从这后背又打出来 没死了 昏迷了些事 这鲜血咕噜咕噜 往外还冒着 咬紧压关 他停着 从这客厅里头 这就爬到当院去了 他打算爬到大门口 让这温三啊 把自己想办法送到 某一处地点去 但是到院里头 哭通 昏迷到那了 翻回头咱们再说这温三 在徐晶哥进去之后啊 他靠到这车座上 抽了一袋烟 就把这徐晶哥出来 可左当眼没动静 右当眼没动静 他也没表 他估计这一分钟两分钟的 实际上二十分钟究竟有多长 他也没啥概念 还不敢走 先抽了袋烟 坐着坐着呀 这烟抽完了 这就有点犯困 倒到车座上一迷糊 他就睡过去了 也不到睡了多长时间 都这么个功夫 有个人过来了 一推他 问他去不去这白石桥 温三把脑瓜一补了 不不 我这是包扯 我这不拉三座 那人呢 转身这就要走 温三一看他戴着手表呢 随口就问了一句 先生 几点了 那人看了看表 十点零五 哦 现在当时就一提了 马上就醒过来了 他记得 徐金哥是晚上九点半进去的 现在已经过了三十五分钟 按照他和这 徐金哥的约定 如果说徐金哥二十分钟不回来 就应该去这白塔寺附近 抄手胡同 找这新元茶庄的马掌柜的 把这事告诉马掌柜的 文三一算时间 过了十五分钟 当时就惊出这真冷汗了 也不知道这姓谁的事死是活呢 这么长时间没出来 估摸着肯定出事了 赶紧拉起车来 直接就赶奔白塔寺 从这砖塔胡同 到这抄手胡同 也就十分钟的路程 这文三非常顺利 找到这新元茶庄的马掌柜的 马掌柜的 四十来岁 显得呢 非常的精明 憋着眼睛 听完文三的讲述之后 点了点头 嗯 我知道了 说着 一转身从这柜上 拿下两块大羊来 放到文三手里头 兄弟 从现在开始 就没你什么事了 你接住了 今儿个晚上 这事你要烂到心里头 和任何人都不能讲 你听清楚了吗 哎哎 你放心吧 我和任何人都不讲 我文三懂规矩 你看着这两块大羊 就把这些人心里头暗自高兴 没想到 老天爷照顾我文三 没什么事了 还得了两块大羊 哎呀 太好了 这日文三再一看 自己周身上下 都让这冷汗给湿透 尝出了口气 他决定了 今儿个 再靠了靠了自己 没回车行 先找了个酒馆 喝了四两莲花白 觉得有点高了 从这酒馆里头一出来呀 瞅谁都不出眼 先是碰着个老叫花子 踹了老叫花子一脚 想这老叫花子躺的不是地方 你说这不声不响的 躺到这黑咕隆咚的墙根底下 差点没把威严扮个干透 要不给你这老东西提的醒 这还了得 脚下半算 继续往前走 前头是虎方桥 要碰到个老忙人 搁这路边 拉着胡琴 跟他卖叉 这阵 这业意就深了 周围一个人都没有 文三冒着满嘴的球技 他就坐到这老忙人对面 搁这还一个劲打着酒鸽 老忙人哪知道文三 正搁这撒酒疯 他也看不着 以为来了知音了 要不然摆这三缸的 你说谁能跑这听唱了呀 除非这人有病 于是这老忙人 把这三缸 要提高了八度 自拉自唱 唱了一段梦江旅 吹复 我这文三悄悄的 把这老忙人 这钱罐 拎起来看了看 里头啊 连个铜枝都没有 啪啪 非常生气 把这钱罐 扔一边去了 这钱罐这么一响 老忙人吓了一跳 赶紧这胡琴也不拉了 他也不唱了 文三这个这一瞅 他是怎么瞅这老忙人 他怎么就不顺眼 尤其是听那孟江旅 这千里驯夫的唱词 他就不痛快 先说话你千里驯夫 你学什么学呢 你再找个男人 不就得了吗 像文言我这种 没老婆的爷们 不有点事了吗 你 干嘛 被这一棵树上吊死 想着这 文三吼了一嗓子 别这么吼了 哥能给我吼嗓呢 给文言我唱段十八摩 要是给我唱舒坦了 文言我又嗓 快点唱 老忙人一听啊 吓得一哆嗦 知道 今儿个碰着酒忙子了 赶紧把这二胡收起来 用这棍子 哆哆嗦嗦的探着路 说这枪根 他跑了 这文三今儿个晚上啊 就和这大街上 折腾了一宿啊 一会儿唱这十八摩 一会儿又砸着这家买卖的铁门 反正这一晚上 他也没消停 而且他不说 单说这徐金哥 现在呀 搁这砖塔胡同这 已经昏迷过去了 再有一会儿的功夫 流血过多 这条命啊 恐怕这就要保不住了 正这么个时候 马掌柜的 令人来了 这马掌柜得到 文三的报告之后 知道 事在紧急啊 赶紧开了一辆 买件事的吉普车 就来到了砖塔胡同 买不忘了都一走 一看徐金哥 直挑挑哥地上躺着 知道 受了重伤了 二话不说 架起来往车上去放 把车一掉头 他们开走了 往前正走着呢 忽然前头路口啊 发现射成匣子了 怎么着呢 这事儿被这日本宪兵队 这发现了 马上是全城戒严 前都是铁丝网 把道路拦住 两名日本宪兵 一名中国警察 铁举着铁举 铁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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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跟着战杆 正这么个功夫 到这时候 一看远处 汽车声响 这日本兵非常警惕 把这枪 他就端起来了 那名警察 把手枪也抛出来了 站住 停车 检查 站住 折扇长 醒目方 穿长衫 站桌旁 祖宗留下一归宝 我被发扬 放光芒 听众朋友们 听评书 请到我听评书网 网址 3w.5tps.com 没办法 停下来吧 这司机呀 是一位中年男人 谁呀 正是这马掌柜的 赶紧把这车窗摇下来 手里头暗自的 伸到腰间 这就准备掏枪 这枪啊 还没等打出来呢 刚刚这么一动它 那日本兵 把这步枪的枪口 这就伸进来了 你的 什么的干活 这马掌柜的一看再掏枪 完了 让人家黑咚咚的枪口给憋住了 太军 老总 我家有人得了疾病 要去医院看病 那名警察姓王 他叫王怀宝 王怀宝把眼睛一瞪 你家里头有人有病 确实 我家里头真有人有病 那你也给我下车 接受检查 这一阵啊 一名日本仙兵拿着手电 往这车座后头一招 一看车座上 靠着个人 身穿长衫 头戴了个帽 把整个脸都给遮住了 我这身都是血啊 一看就知道 准不是好人 这两名日本人上前一步 其中有一位 这枪啊 就对准后座上的人了 看不看 夸着眼 说了一段日语 王怀宝拎着手枪给他翻译 你 把他帽子拿开 司机没办法 把这的礼帽 摘下来了 谁呀 正徐晶哥 正这么个时候啊 有一位巡逻的警官 走到这来了 谁呢 方景林 胆子也巧 这一片正是方景林的巡逻范围 每天晚上 方景林的来回哥 这一片拽摇几圈 一走前面停了一辆车 两名日本人把这辆车拦住了 怎么回事呢 方景林悄悄的 这就蹭过去了 这两名日本人一看车里头有情况 全身关注 盯着车里头 没主意踏过来 这王怀宝 这王怀宝看着他了 都是一个局的 同事 当时也没往县里头去 王警官 我们发现了一辆可疑的汽车 你来的正好 你就协助我们 例行检查 哎 方景林答应一声 头眼一看 对 徐金哥 认识 俩人老朋友了 心说话 这徐金哥 今儿个这是怎么的了 从来他不管干啥活 就没拾过手 今儿个 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 我既然赶上了 我就不能不救 他怀里头啊 有一把袖针的手枪 本来警察局给他发了枪了 跟腰上憋着 但是呢 方景林知道 这枪不能用 因为这警察局的枪 特殊的枪号 特殊的子弹 到时候这枪一打 日本的弹道专家 通过这子弹头 一鉴定 这子弹哪来的 警察局的 顺藤摸瓜 就能摸到他这来 暗自把这手枪掏出来了 也没打话 也抬手就是两枪 这两名日本人 万万也没有想到 背后有人给他开狼枪 这子弹 从这后脑勺就打进去 哭通哭通 俩着连喊都没喊就生 想开枪来不及了 摔倒在地 绝起身亡 那位警察 王怀宝一看 哎 方警官的 话还没有说完呢 车里那位司机踩了枪 也抬手啊 一枪 把这王怀宝 也撂到这了 那位司机抬头 看了看方警林 嗯 好 好兄弟 好伸手 方警林一乐 把这手枪踹到怀里头 你这出手也不错嘛 你是军统的吧 不错 你是哪一部分的 哈哈 这个就不要问了 我也是中国人 凡是有日本人的地方 就有我们中国人的抵抗 看起来 这位伙计要不行了 你也快走吧 好 我们这里头多谢了 说着话 这位把这汽车发动着了 前头不远 就是我们藏身的地点 你用不用一起过去躲上一躲呀 方警林一摆手 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我自有办法脱身 你们呢 有大夫吗 放心吧 我们什么都有 兄弟 后会摇替了 说着话 汽车好像借一半的 窜出去了 很快那是终极 不见 折扇长 醒目方 穿昌衫 站桌旁 祖宗留下一归宝 我被发扬 放光芒 听众朋友们 听评书 请到我听评书网 网址 3w.5tps.com